白襯衫 牛仔褲 黑口罩 賀君祥在接受檢察官 征訓近兩小時後離開 面對媒體的詢問 他雙手合十 閉口不談 小心 有被誤會嗎 辛苦了 辛苦了 這可以抗肌 抗肌 來 沒抗到兩號 賀君祥日前遭指控性侵 二號首度開庭 結束征訓出了地檢署 即將上車之際 他首度發生 自己沒有做不禮貌的事 我沒有做不禮貌的事 小心 小心 在此之前 賀君祥面對賠償金 提告人員等相關問題 都不回應 而是選擇離開前 替自己辯解一句 我沒有做不禮貌的事 根據知情人士表示 賀君祥疑似是被台北市 某間德州撲克女合冠 指控他一月份在招待所 借著三分九億 對他做出不禮貌行為 並提起妨害性自主告訴 還有一說表示處理不妥善 雙方賠償金額沒有達成共識 所以把事情揭發 二號也是賀君祥事發後 首次露面 有什麼要說的嗎 是誤會嗎 小心 這是一批公的第二批 這邊會配合解放調查 有樓梯 今天他有樓梯 有樓梯 有樓梯 對 說有不禮貌 指控會不會選擇 來 小心 走轉 下午2點20分 賀君祥出庭 被媒體包圍的寸步難行 還得出動的警察 人肉開刀上漏偵訊 賀君祥從頭到尾沒有多說什麼 事情真相 還得靜待檢方做最後調查 TVBS新聞黃俊維 李明輝 李傑 吳宇雅 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